第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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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虛擬搖桿操作的暗黑復仇者 有著流暢動作與爽快打擊感 每道關卡除了一般的殲滅模式之外 還有難度更高的計時模式 讓玩家有更多目標可以挑戰 除此之外 還有無法使用 吊水無血永無止境的永恆之塔 看玩家的裝備和技術 能夠一口氣打倒多少敵人 至於喜歡 PVP 的玩家 也可以試試生死模式 和其他的玩家連線對戰喔 從 Facebook 轉戰到手機上的 Angry Birds Friends 增加了更多不同功能的小鳥 像是帶著頭盔的巨型小鳥 或是發射之後會像氣球一樣膨脹的小鳥等等 還有像是彈性更好的強力彈弓 會顯示預測路線的瞄準鏡 還有大地震等許多有趣的道具 幫助玩家順利過關喔 另外也可以請好友幫忙獲得輔助的道具 或是利用錦標傘和每周新關卡的功能 和好友一較高下喔 以現代世界為背景 描述地球遭受外星人入侵的 Enemy Strike 玩家要前往各地執行任務 使用各種強大的武器 迎戰一步步的外星部隊 遊戲採用固定視角 不用到處奔波 只要移動轉星專心攻擊就可以囉 要是敵方炮火帶猛烈 也能夠蹲下躲在掩體中 或者是呼叫支援進行轟炸 一次將敵人全部炸飛 接著關卡的推進 就可以使用更強大的武器囉 畫面表現優異的手機射擊遊戲 Responables 除了有著生動有趣的卡通風格人物 操作方面就像一般FPS遊戲一樣的流暢 但是卻簡化了許多繁複的設定 讓玩家可以專心的痛載敵人 輕鬆享受最爽快的戰鬥節奏 遊戲除了可以和電腦對戰 挑戰各種加分獎勵之外 也能夠透過網路連線 和其他玩家進行團隊輸死戰 或是自由混戰 享受更刺激的遊戲樂趣喔 由於張角施展妖法 將三國名將都變成了女孩子 所以在三國Infinity中文版中 全都是漂亮女生的卡片喔 遊戲當中可以消耗體力 進行征戰來獲得金錢和經驗值 並且獲得額外的武將卡 而多餘的卡片可以拿來強化武將 要是拿到相同的卡片就能夠轉生 不只屬性會大幅提升 就連造型也會變得更加華麗 培養出強大的組合之後 就可以和其他玩家戰鬥爭奪寶物喔 這款以萬聖節為主題的特殊回合制策略遊戲 Hunted Hollow 玩家要在山丘上擴建自己的根據地 生產殭屍、吸血鬼或是狼人等各種不同的鬼怪 率領他們挨家挨戶的驚嚇整個城鎮 讓他變成鬼城 只不過同一時間 也會有另外一批妖魔鬼怪來和你搶地盤 同時鎮上的居民也會組成討伐軍來對付我們 所以如何運用鬼怪來打倒對手 就要玩家們好好來動動腦囉